看王一博在巴黎时装周的顶级待遇 王一博2024春夏大秀造型引爆网络 这个网站载入史册这不是小编说的 这是巴黎时装周外媒对中国艺人王一博的报道 巴黎时装周大目落下 音箱一银只醉精迷各路才子佳人都已退场 但是余热 有人将王一博的摔倒瞬间 配上各种搞笑的文字和音效 制作成了表情包 还有人将他的摔倒动作与其他明星的尴尬瞬间进行混检 制作成了搞笑视频 这些作品不仅让人们捧腹大笑 也让王一博的时尚摔跤成为了巴黎时装周的一大亮点 在社交媒体上 王一博的摔倒瞬间迅速引发了粉丝们的热议 一些粉丝表示心疼和担心 认为他应该多注意安全 然而 也有一些粉丝表示这一幕非常搞笑和可爱 认为王一博的应变能力非常强 更有趣的是 一些网友开始制作了一系列搞笑的表情包和视频 将王一博的摔倒瞬间进行了各种误稿和调侃 这些搞笑的内容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 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一趣事 对于网友们的误稿和调侃 王一博也展现出了大度和幽默的一面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摔跤也是一种时尚 这一回应更是引发了粉丝们的热烈讨论和点赞 尤其是一度掀起近40亿讨论量 热度报表 被各路媒体和时尚圈博主聚焦的大热人物王一博 还在被持续关注中 而就在随后向Lawings Facebook和油管三平台更新的群像视频中 分面均为中国艺人王一博 在被VOK评选出的巴黎时装周最时尚明星105位中 王一博更是作为内鱼唯一男星入选 注意 是唯一 没有之一 且是唯一排名在前20的内鱼艺人 前往参加巴黎时装周的内鱼艺人不少 男星也不少 但是入选的只有王一博 且媒体关注度 娱乐热度也似乎都集中在这个年轻人身上 对比其他艺人强力粉丝狂欢 强妄无声无息 时尚博主无感的状态 王一博却仅仅一个话题 就已经接近20亿阅读量 而总热度更是已经40亿阅读量 巴黎时装周 一向待遇算不上好的内鱼艺人 在王一博这里破了壁垒 时尚2024春夏预告系列未发布款 力压同台韩星 为内鱼大大的长了一次脸 而从LA到东京 再到巴黎 时尚对王一博的爱也是越来越热 高定珍品珠宝 赞助拍摄电影 各种超级超超级成衣手穿 策划与Carol & Delegate拍摄微影片 获得时尚圈的十分肯定 一年三次大笑带着全球双脸 邀请去湘耀尔女士的借军拍摄 给到中国艺人很难拿到的待遇 可以说 时尚对王一博的宠爱 直接的真的让人羡慕不已 待遇是别人给的 面子是自己正的 相比某些人粉圈子嗨的顶级待遇 营销号通稿吹出来的热度 吹嘘做CEO旁边 国外任爷爷等等 三操作换来的一时热闹 王一博靠着自己扎扎实实的电影 实际 天赋的时尚潮库和个人实力 魅力 影响力 被顶收品牌顶级待遇 这种顶级 才是真的顶啊 业务能力才是别人拿不走的资本 王一博说过的话 他自己一直在用事实和行动进行着 这样的王一博 才是真正的内鱼之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资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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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